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 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 15号下午30左右 大约30名警察 查查了伊利哈姆在北京的家 在长达6个小时的搜查中 伊利哈姆被带走 他的电脑手机护照 银行卡以及学生的论文 也被警方拿走 伊利哈姆的妻子古在努尔说 警方这次抄家与以往不同 来了很多新疆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安 以及派出所的警察 不过他认为丈夫是无辜的 我老公现在聊他什么都 他就写新疆的文定嘛 没有别的 我真的不怕 伊利哈姆是中国大陆敢于 公开批评当局 对新疆政策的人士之一 自从2009年乌鲁木齐 发生流血种族暴力以来 伊利哈姆就数度被软禁在家中 去年10月 一辆汽车在天安门前撞击游人 导致5人死亡 数人受伤 中国当局指责 维吾尔人制造了这次恐怖袭击 这次事件发生后 伊利哈姆敦俗当局 不要抹黑维吾尔人 并公开调查结果 VOA卫视报道 2 3 4 5 7 8 8 9 2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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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